11年什么 我跟我的妻子也正好11年 而我们之前在一起跟你们是一样的 一无所有 租着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 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每天是他做的饭 我在外面挣着钱 今天挣个电饭包 明天挣一盏台灯 我们也是这样的日子过过来 我相信最开始你也应该有这样的回忆 当小宫的时候在外面能够拦点活 挣了点钱都愿意交给妻子 证明你找的男人没有错 小房子换大房子 刹车换好车 旧家具换新家具 只是老婆是不能换 因为老婆是这一路以来 一直死心塌地跟着你过来 只有她知道当初的你是多么的窘迫 现在有了点钱了 有一点老板的模样了 不要给我翘屁股 那句话说得真好 且行且珍惜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些男人形成了一种刻有的印象 我就是老子 你看你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 更何况我在外面没有瞎搞 难道我在家里面 与之气势一点不应该吗 谁说了一个男人 把忠诚奉献给家里的时候 就别的都不用干了吗 那本来就是做人的基础 哪个男人不在外面赚钱 不说远的 就说现在做爱情保卫站 做完了回到家里 晚上上一两点钟到家 我们不得抱抱孩子吗 你还不承认你存私房钱 夫妻所不知道的共同财产 被你存起来 那就叫私房钱 难道不是吗 你还口口声声说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不应该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孩子已经长大了 七岁了 你是应该有点自己的基础 把他的经济大权给揽过来 钱还交给老婆管 听见没有 不要好了点日子就翘尾巴 你没什么不得了的 当初一无所有的时候 也就他愿意跟着你 现在有了点钱 有人喜欢了吗 有人爱慕了吗 如果有 请你严守自己的本分 但是如果没有 也请你严守自己的本分